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有美國的主流媒體正式向中國攤牌 指控病毒源頭來自武漢實驗室 根據霍氏新聞的一篇報導 引述了多名知道中國政府早期行動 或是看過相關文件的消息人士指出 相信零號病人是源自於武漢一個實驗室 並且指出病毒最初由蝙蝠傳播給其中一名實驗室工作人員 然後在武漢社區當中傳播出去 至於大陸經常說的源頭來自海鮮市場的說法 只不過是用作轉移視線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亦發動針對美國和意大利的宣傳攻勢 這就是美國源頭說或意大利源頭說 報導指出 儘管病毒最初不是打算用來進行生化戰爭 但中國可能利用它來顯示 它對抗病毒的能力與美國相等 甚至優勝於美國 消息人士指控中國政府隱瞞這次事件 而且這次隱瞞是人類史上代價最高的一次 霍士新聞記者拿著這篇報導 在記者會上向總統特朗普作出提問 到底你有沒有聽過有關消息呢? 特朗普回答 說近來真的聽到越來越多類似的故事 美國政府正在針對這個可怕的情況進行徹底調查 至於國務卿蓬佩奧也說到 說暫時只知道病毒是源於武漢 目前還有大量的資料是有待查證的 美國政府會努力調查 至於中國方面又有什麼回應呢? 他們當然就是禮拜否認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 關於病毒源頭和傳播途徑的問題 中方的立場是明確的 始終認為這是一個科學問題 應該是交由科學家和醫學專家去研究 而世衛組織的負責人也多次表示 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病毒是在實驗室產生的 世界上很多知名的醫學專家也認為 所謂實驗室洩露的說法是毫無科學根據 霍士新聞這篇報道其實是有雙重意義的 第一 今次就是實驗室來源說 第一次登上美國的主流媒體報道 而且是由親特朗普的霍士新聞 打響了第一槍 具有攤牌的意味 即是說 美國政府絕對不會就病毒的源頭去罷休 肯定會查得一清二楚水落石出為止 至於這個說法 今次正式登上主流媒體的大桌 也是一件好事 以往只不過這個說法 流於一些民間傳說或陰謀論的形式 好像變成了戈舍或QSA 現在進入正式討論的階段 就不同於以往的陰謀論階段 因為連總統特朗普和國務卿蓬佩奧都知道這件事 而且美國的民眾開始就著這個源頭說來展開討論 這樣的話 跟以往是很不同的 因為以往這些討論主要都是集中在香港、台灣 或者華人社區當中 而且當相關的證據 如果有的話 逐漸浮面的時候 就有利於國際社會追討責任 第二個意義就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其實開始就著他的連任 感受到壓力了 這個就從兩方面是可以反映得到的 第一就是特朗普在民調當中 落後於他的主要對手 民主黨拜登 他的支持度目前只有40% 而拜登就有45% 而這個5%的差距 就已經超越了一般民調的誤差 第二就是特朗普在他人事任面上 顯得有些投鼠忌器 本來他就曾經在Twitter上暗示過 要將美國首席醫學顧問Anthony Fucci解僱 問題就是在最新的一份 針對處理疫情的民調當中 Dr. Fucci的滿意度是達到80% 至於特朗普只有51% 若然在這個時刻 就著兩者之間的不和 而將他解僱掉 就會得失很多美國人 所以我相信在他的幕僚勸阻之下 目前來說他又否認要解僱Fucci 再加上特朗普在疫情爆發的初期 的確是曾經輕視過這個病毒 就將這個病毒和流感來比較 更加呼籲民眾不需要戴口罩等等 這一連串初期的失誤 亦是令到他失分的地方 好了 現在就由霍士新聞打響第一槍 其實就是要表達一種很清晰的信息 給美國的民眾聽 就是責任並不在於特朗普總統 或者是共和黨主政的聯邦政府身上 因為當初特朗普和習大大通電話的時候 都傳達一種信息給他聽說搞得定 而世衛又作出了一些很離地的建議 甚至又和世界各國說 不會出現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其實這些報導就是要表達一種很清晰的信息 就是終極責任在於世衛組織和中國政府 而這個信息不能夠太過接近總統大選的日子 才向民眾發佈 否則就會給人一種錯覺 而且給政敵一個借口說 那時候是不是你搞不定國內的疫情 搞得一頭煙 所以才找一些國外對象來抵賴 當然有人會這樣想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就差不多了 這一連串的消息其實都反映得到 特朗普對於連任是有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 我亦都見到一些網友 就將美國總統大選和台灣總統大選作一個比較 就說蔡英文總統在初期的時候民望都是低到百分之十幾 只不過後來都能夠逆轉性 我覺得兩者之間是沒有什麼可比性的 第一件事就是美國總統的候選人初選 無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都已經結束了 桑德斯在很早的階段已經宣布棄選 所以他們團結一致去支持拜登 而且這個初選制度也由來已久沒有什麼爭議性 只不過大家可以看看去年國民黨初選的時候 就造成了那些候選人之間的分崩離斥了 因為他們採取一個比較不公平的制度 只是撥打屎話 即是在家裡的電話 不理於郭台銘的粉絲 到了國民黨初選以後就正式分裂了 那些落選了的候選人 退黨的也有 躲起來的也有 比如說這個郭台銘後來就退黨了 黃金平他不能參加初選了 他不選了 後來你看到他在高雄的拉票也是不落力的 所以這個就已經是沒有什麼可比性了 第二件事就是 當時蔡英文就有林鄭這個最得力的助手 最佳的助選員 就是香港這個反送中的運動 令到台灣的民眾重新對於民主和自由這些核心價值 就是喚起了他們的嚮往 要大家珍惜這些核心價值 就不要所謂的一國兩制 所以就令到蔡英文高票當選 但是美國顯然就是沒有這個因素 所以特朗普總統現在有這個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就差不多了 因為上屆總統大選當中 特朗普都是輸過普選票 但是就贏了這個選舉人票 到底今屆的戰果又是怎樣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好了 接著就再講一下關於世衛組織 美國就宣布對世衛祭水 總幹事譚德塞就說 美國多年以來一直對世衛的友好慷慨 我們世衛組織都希望它可以繼續如此 我們對於美國總統決定下令停止資助世衛 感到相當遺憾 目前世衛仍然在評估影響 並且要嘗試找其他成員國去填補任何財政差額 確保工作不會因此而中斷 世衛組織就有194個成員國 撇除了美國不交會費之後 還有193個 有兩個屬於紐西蘭的附屬國 分別就是紐埃和富克群島 這兩個不會付錢 浪費了 所以只剩下191個 其實有能力來繳交會費的 有幾個呢 大家都心照 所以現在譚德塞就說 其他成員國麻煩你填補 但是美國是在交四分之一的會費 你叫其他國家填補 你找誰呢 原來中國認投了其中的兩千萬美元 但是美國每年是繳交四億美元的會費 兩千萬美元是杯水車身 還有很大的缺口 這些就是駱惠寧主任所說的短板 其他那些速速看吧 不要世衛人看吧 政治代理人就懂得找 到說要講錢的時候 一個二個就拔開了 既然中國對世衛組織多加讚賞的話 其實他就應該多給世衛多一點錢 而世衛的執行主任就說到 會在未來幾個星期 和其他193個成員國 商討一下世衛的預算 其實中國也不用太擔心 要硬吃這四億美元 因為其中兩億英鎊的份額 在四日之前 就已經由英國首相約翰遜認了頭 至於剩下那些對中國來說 應該是濕濕碎吧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